來到這邊的話就不會有考慮給自己後路 因為基本上如果要放棄的話 一開始就不會來了 因為一開始就是做好心理打算 就是沒有要回台灣的這種想法 就是一開始上一次他們覺得 欸你那麼年輕有沒有經驗這樣 然後可是就是還是不斷去嘗試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做出療效來 那病人就會相信你 就是年輕也是有可以看的這樣 我覺得現在還蠻多人 就是開始可以接受 這種年輕面孔的種類這樣 比較體貼 就是比較出於關心他的生態這樣 他們會覺得台灣醫生比較溫柔 他們就會覺得說這個醫生 就是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我就是本身個性使人 就是對人講話會比較溫柔 然後也不會太急 下班的時間有點晚了 晚餐也會吃的比較早 大概五點就吃了 所以有時候回到家之後有點餓 然後就是也不想要吃的太多 所以可以回去買一些水果啊 或者是牛奶豆漿之類的 稍微點點肚子這樣 中醫嘛要吃的健康一點 所以不能吃這些太油膩的東西 而且吃小夜的話也是比較罪惡感 所以感覺喝牛奶和豆漿這種東西 比較不會有罪惡 就可以直接掃QR Code 然後就直接可以從那個銀行卡扣管這樣 然後我身上已經不用帶零錢很方便 OK來我家 請進 父親 在十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已經想要來上海這邊投資 然後就先買好了 那時候比較便宜 所以這也是我可以來上海這邊打拼的一個理由 要不然的話 在上海要 這房子住的話也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開銷 那因為有這個房子在 所以我 生活的壓力就沒那麼大 這樣 不然的話 想要一個人在這邊生活的話 我覺得還蠻困難的這樣 感謝他有這麼的遠見這樣 好 哈囉 嘿 最近過得怎樣 還好啊 是喔 最近大型很忙啊 上面還 還習慣了齁 還可以啊 哥 你在那邊 現在怎麼樣 有沒有交到你朋友啊 嗯 還沒 可以選啊 喔 好啊 我們找啦 喔 好啊 我們在這邊學的中藝的學歷的話 目前台灣還是不承認的 那所以想要回台灣行醫的話 基本上暫時還是不大可能這樣 我覺得他們現在如果來 求學 來那個念書 然後畢業之後 工作機會是比以前多很多這樣 然後可是重點就是 嗯 一開始還是蠻苦的 因為畢竟剛畢業的 年輕醫生的話 就是要考慮到他的 收入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開始 病人也不會很多 那 就是能不能 支撐得了自己的開銷 我覺得這是要考慮的一點這樣 而且上海房租也比較貴 我是汪冠群 我在上海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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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